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请问,我走过去,坐下,回答 他摆了下头,躺下来,又再一次寻食 我曾经好像他们一样,躺在床上 狂热,轻信他人 现在我坐在椅子上,我想这样比较好 整间屋都是神经病 我回去玩我的田字游戏 直到下一个小朋友坐起身,发问 记得麦肯立 众人所处情景的真相是 一切最终都是空无 在活着的时候死去 在活着的时候死去 而且要彻底地死去 然后随心所有 一切皆善 直到无难禅师 我煮了一壶咖啡 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托盘 将咖啡杯,cream,糖 和一些甜品放上去 带了回书房里面 坐在沙发那里 可以毫无所爱地 从那个朝向西面的窗 看到翻滚的白云 这段对话比其他很多的对话更加有意思 因为当我们一路进行下去的时候 我自己也都在厘称它 当话题是开午的时候 我可以以认真的大师的绝对权威去发言 而我唯一面对的实际挑战 是怎样更加简洁地传达思想和理念 但当话题是关于幻象的本质 自我、虚假架构和人性的时候 我只是一个有少少经验 好感兴趣 还有一个更加舒适的座位的人 是,我经历过转变的过程 是,我对于转变之前 和转变的时候的状态记忆犹新 虽然开午对于任何人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来说 是完全一样 但是 通向开午的旅程 就是独一无二 每个人都不一样 当然 占星自我 以明了真相 是无数历代国家 的无数灵性教会的核心 自我之死 是达到无我 也就是行狗非议员各自的一种手段 这趟旅程 完全就是为了这一样东西 所有的奉献 祈祷 正心 教会 出来 背后的动机 都在这里 任何人 想见到真相 都要踏过自我的尸体 如果不是 就见不到 没有捷径又或者更加轻松的方法 也都没办法闪避 或者兜过去 要超越自我 只可以穿过它 而要穿过它 那就必须带着精准的意图 和铁石心肠 无无从不是变成蝴蝶 它是进入死亡的过程 那也是蝴蝶的诞生过程 转变是一个幻象 一样东西 不会变成另一样东西 而是一个结束 然后另一个诞生 为什么成功完成那趟伟大的旅程的人 这么少 理由很简单 在梦里面成功是没有意义 而失败 或者至少奋斗过 就很有意义 对于未觉醒的灵魂来说 追求开悟 就好像被自我触迫的梦境 这样的现实之中的其他追求 好像游乐场里面的其他游戏项目那样 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做 所谓灵性觉醒的浩瀚恩典 就是能在棍上面引有人的奖品 就好像爱 财富 又或者是权力一样 换而言之 真正的开悟 很少是追求开悟的人想要的东西 但是 又何必是呢 成功地了解自己真实的本质 是绝对做得到的 因为 嗯 因为这样是一个人的真正的本质 最伟大的奇迹 不是你可以回归本性 而是你可以离开 回归 是到的动作 努力追求真相 就好像努力追求死亡一样的荒谬 何必呢 等时候一到 两者都会找上门 难道我们会担心 如果找不到死亡 死亡就找不到我们吗 当然不会 而无论是死亡 遂受 又或者是地心吸力 还有明天的日出 都不会比下面这个事实更加确定 所有人最后都会全然开悟 不管他们所走的是哪一条路 所以 如果我必须对某样事物感兴趣 那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观想灵魂的回家之旅 如果我必须有一份工作 那似乎是一件很好的工作 站在远方的海岸 确保子路的溝火不断地燃烧 协助新来的人上岸 欢迎他们 并且告诉他们知道 哪里有风景看 朱莉坐在我旁边的梳化上面 我们沉默地坐在那裡 看着天一层一层地展开 又搭在一起 看来似乎会有很大的风暴 准备侵袭 但是我知道 不会变成这样 这个风暴 造成了一些壮观的景致 也都创造了很多幻象 本来看起身 好像会带来暴雨和雷电的庞大雨云 现在都只不过是一些乌云和无无细雨 接着下来 还会有其他的云团正在这儿形成 和湧逆 我抬起了一只脚 摄了入梳化里面 欣赏这一场表演 朱莉似乎还是有点紧张 就好像电流在她的皮肤下面流动 那些感受很隐蔽 但是她很明显不太自在 她正在抑制某一样东西 我不知道会不会看到她爆发 当我重拾话题的时候 试图用比较轻松的语气说话 我说 所有人都飘浮在一个无限的海洋市中 而我们应付的方式是聚集成群 一起办到情况并不是这样 为彼此加强幻象 这些就是社会的真实状况 一小撮人迫在一起 想去对抗黑暗的大海幽灵 大家都在水底下浸脚 想要令到头浮在水面上 虽然他们并没有理由相信自己 所维护的生活 比自己所避免的另一种生活更加之好 差别就是 一种是他们知道的 而另一种不是 对于未知的恐惧 令到大家都不停在水底下浸脚 所有的恐惧 都是对未知的恐惧 如果在水里浸脚的团体 有人背叛这个集体的方言 将大家所处的情景的真相说出口 那这个人就会被称为异端 而社会对异端 会施予最严厉的惩罚 如果有人决定停止挣扎 任由自己往下沉又或者飘走 那所有人都会尽力阻止他 不是为了他好 而是为了这个团体 总体来说 就是用尽全力 去否认所处的情景的真实 朱利他说 那就好像在经过霧园的时候吹口哨 又或者是在铁达尼号上面 整理甲板上面的椅子 我笑了起身 我说 哈哈哈哈 是 但是令到大家荒乱不安的 不单止是死亡 任何人都可以创造一套劇本 来处理死亡 但是创造完这套劇本之后 另一套劇本 再来另一套 最后 就会没有乌龟的了 乌龟? 有个学生曾经问他老师 我们这个世界是在什么上面啊? 大师 老师回答说 我们这个世界在一只巨大的乌龟的背脊上面 那个学生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打罚 他又继续问 那那只烏龟又在什么上面啊? 智者 老师又回答说 在另外一只烏龟的背脊上面 那个学生并没有想着放弃 他说 那那只烏龟又在什么上面啊? 于是乎 那老师就很愤怒地回答 你这样还不明白吗? 下面全部都是乌龟 朱尼笑着地说了下头 我继续说 所有人所处的情景的真相是 一切最终都是空无 无限 永恒 去空 甚缘 所有在水里面振脚的人 最终都要面对这个事实 只有他自己 无限的海洋 和他们之间的空无 其他一切都是谎言 基本上没错 身体只不过是一部租回来的车 这个星球 只得一间汽车旅馆 它并不是任何人的家 虽然有人 将它当成是永久的居所 好像最坏的事情 就是你要执包袱离开那样 真是荒谬 但对于这个经验来说 又是有多么重要 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事情 你就会见到 社会用无数种手段 来鼓励自我外险 并且嘲笑 阻止和对抗任何转向内在的想法 英国的哲学家 埃伦华之 称之为了解自己本来面目的禁忌 为了争脱虚解的自我 就必须决裂于 一切 家人 朋友 朱利在思考中种种结果 他的声音箭斗着地说 一一切 你的一切身份 你所知道的一切 一切 一切 真是一切 我决定 我决定降低一些强度 我说 所以重点是 身为一个开悟的人 我对自我 有直接而且行狗的认识 而你身为一个未开悟的人 并没有这种知识 所以 你建立了一个身份 用来 呃 用来应徒 你以为你是你 现在 可能 在夜晚最黑暗的时刻 在你心里面的心里面 你知道 那一切 都只不过是表面 于是乎 你哀悼自己的虚假 渴望真相 实质 一个基础 又或者任何其他的 哀悼 可以这样说 又或者可以用 软识 哀悼可以 朱利接受了 好了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开悟的人 和未开悟的人之间的基本差异 对自我 是不是有直接的认识 如果没有 就会成为培养虚假 自我的温床 朱利看着窗外面 当他开口的时候 不是很紧张 但是 亦都不是很轻松 所以 每个人都只不过 是在水上面 蹬脚 并没有真正在做什么事 没有去什么地方 因为 这个本身就是无限的海洋 是不是 无穷无尽 还可以去到哪里 你不停地走 但是 哪里都没有去到 大家都只不过 在扮作 一切都只不过是 我知道他这个时候 并不是在跟我说话 而是自己将整件事搞清楚 在心里面评估 看到一字 在他眼前的东西 而且必须 用每一分的力气 来保持自己不沉下去 维持跟团体在一起 我看得出 所有人其实都在办事 我所做的一切 我的一世人 我决定给一些特定的东西 他思考 我说 道德经说 圣者是众人为初九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全部都是外在 没有内在 空虚的气腹 就好像僵士 佔据了舞台一样 全部都是外表 并没有实质 是 开悟者 觉得未开悟的人 都是僵士 就好像被神秘力量所驱动的 虚构角色 并没有人在入面 如果有人 天生就开了悟 而不是从未开悟 去到开悟 可以体验到 做狗仔的经验的话 我想 他一定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个个都很忙碌 很击碑 但是就很奇怪的 一个人都没有 树梨很沉默 动都没有动 他睦大雙眼 并没有眨眼 他仍视着胸毛 等他开始说话的时候 语气里面 就有一种遥远的感觉 就好像 他用说话的方式 在这里思考 朱利他说 你知不知道 我们第一次访谈之后 我做了很多研究 书店 图书馆 雜誌摊位 网络 我甚至乎回到 我们买三文字的那间店 买了那本 你拿过起身的 开误雜誌 好对不住 为什么 朱利 几乎在这儿大喊 他的思绪 翻到此时此刻 手臂 紧紧地搭在一起 抱着自己 他很直接地跟我说 因为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 都不是你所说的那些东西 是不是 他们称之为开误的东西 其实是其他东西 是不是 朱利跳了起身 开始在那儿走来走去 他正在那儿思考 揭露 解体 好好看 一种受到控制的崩溃 又或者 可能并没有想像之中控制得那么好 还要等下才可以落结论 当然 这些就是我所见到的 他一直都想要压抑住的 那些混乱的能量 天啊 当杜事社叫我来埃荷华 写一篇关于灵修大师的文章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的意思其实是 你被人炒了 埃荷华 我整你的祭吗 朱利没有再走来走去 他望了下我 看看我可不可以了解这件事究竟有多荒唐 然后 他又继续走来走去 他笑了起身 但是 就没有任何欣喜的情绪 哈哈 我想了很多 最近 我也睡得不好 这样真的令到我很困惑 我的意思是 我以为自己 是走在灵性道路上面 是一个有灵性的人 我做了所有 和灵性有关的玩意 我做瑜伽 我静心 我吃斋 我很慈悲 我把那些蜘蛛 很小心地拿起身 将它放回门口外面 而不是踩死它们 我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 我参加各种各样的演讲 我墙上面 还挂满了曼陀罗画 还有很多圣人的画像 我还捐钱去资助 巴拉圭 或乌拉圭 的一个女孩 虽然老实说 我并不确定 是否真的有那个女孩 如果真的 可以好好思考 这一切 我觉得我自己这样做 其实是因为 我想做一个好人 我希望自己 有灵性 有爱心 开放 而且慈悲 但亦都是因为 我走在灵性道路上面 而我一直认为 这条道路 会通向开悟 和解脱束缚 等等 但结果 结果是什么 深呼吸 朱莉 好听话 跟着我做了个深呼吸 结果 全部都是废话 蛤? 是不是? 朱莉没有再走来走去 她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说 所以 这个星期 我阅读了目前 所有在说 开悟的唱笑书 为我们下一次访谈 做准备 而当我看 一些据称 在灵性上 已经开悟的人 所说的话的时候 腦里面 就好像 一盏灯似 就是这样 叮了一声 我在等着 我想知道 她的顿悟是什么 虽然我好确定 我已经知道 我并不是想贬低她 我对于顿悟 有一手 可以说 她们是我存在的理由 朱莉 他继续说 你自己说的 你当然会杀了我 你可以吸毒 你可以杀死小鹿斑鼻 将人的眼珠吞落土 在所有那些圣人的肖像上面 帮他们画胡桑 只要你想要的话 你都会做 是不是? 因为根本上没有任何差别 你开悟 你已经到达那里 你就是开悟 而不需要演出开悟 我知道你开了悟 我不是傻的 我知道自己看到什么 但为什么我以前从来都没见过 我研究了灵修十五年 我参加过所有大师的集会和法会 还访问过其中大多数的大师 那他们算是什么? 我又算是什么? 那简直是一个令人作呕的玩笑 就像你所说的那样 我用了一世人的时间来踩水 因为大家都说要踩水 而我从来都没有质疑过 但现在我开始怀疑了 我想如果我继续下去的话 我在临终的时候的状况 并不会让我将自己所见到的 每一只蜘蛛都踩水 会更加之好 我并没有回应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让它随着这一切流动 它很明显令自己进入了一个 新的意识层次 我唯一可以帮到它的 就是不要去打扰它 那就是了 那就是第一步 不是明白了它是什么 而是搞清楚它不是什么 这一步 是重大的幻象殒灭 要达到开悟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这个过程 现在展开了 已经开始了 几年之后 我会问它 开悟这件事怎么样 它会说 非常好 多谢 真是很好玩 你呢 但是 还需要一段时间 开悟 甚至乎 并不是正确的字眼 我看着你 我觉得你好像是 是真正 完全了解 我不知道 你不是 我不知道 你觉醒了 而我以前从来都没见过觉醒的人 那其他那些人 他们跟你根本就没有相似之处 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追求 或者沉溺在极乐和爱之中的人 靠着圣灵又或者是绝火的能量 又或者是做老师而获得快感 他们全部都在说意识 但是开悟 其实并不是和意识有关的东西 是不是 整理就是 我体验过合一意识 我深深地受到震撼 我一直都以为 那些就是灵修道路的终极目标 但是 但是就好像有人说 宗教是大众的鸦片 那样 所有的灵修 都是这样 只不过 是分量的问题 就好像一个庞大的阴谋 所有的设计 都是要令到人 安分守己 令到他们以为自己要去某个地方 其实就是坐在那里 就好像你所说的那样 飘浮在水面上面 不停在那里 扮到好像游到哪里 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阴谋 是不是 我是说 我是说 我自己是一个 New Age雜誌的记者 成年之后 我就一直在做这件事 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去欺骗任何人 我以为我自己 并没有加入到群众的队伍里面一起走 真是一个笑话 我一直 我一直 我一直都跟在他们的后面 我兴趣昂然地听他描述完 整个二元宇宙 也就是 这个玛雅的幻想宫殿 是一个庞大的阴谋 我问他 我可不可以正式地声明一些事情 当然可以 我是不会吃人的眼珠 又或者去射杀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我是一个好人来的 我不想见到这些东西 被报纸刊登出来 朱莉笑到有些蜴丝底里 哈哈哈哈 其实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 我还写不写这篇报道好 本来应该只不过 是一篇小篇的报道 介绍美国中部乡下 里面一个高等灵性的 和他的小公社 但现在变成什么 我现在是否要写一篇 揭穿整个 New Age 运动的爆料文章 我要摧毁了世界上各大的宗教 我要换成那些被落药的大仗 不可能的我玩完了 但现在我甚至不想做作家 至少我不想做以前那些 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 和灵性有关的一切 就好像最无意义的旋转木马 大哥 我真的没办法不这样想 自从上星期六访问了你之后 我的脑子就一直都试图想想整件事都搞清楚 我现在我真正开始了解 而我现在根本上就想不到其他人 为什么还一直要去想其他的事情 我一直都在想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唯一应该思考的东西 就是唯一的活动 其他还有些什么是更加重要的 我见到其他人照常地过日子 我真是想尖叫 我很想去熬醒他们 一个这么怪异的庞然大物 就在他们眼前 为什么有人还可以去看电影 去做事和吃东西 我的意思是 我是不是快要瘋了 我知道我不是 但到底是不是 我这样静不正常 真是的 你快点告诉我 我是不是真的切切底底的瘋了 朱莉没再走来走去 他挖住我 我问 轮到我了 朱莉有点焦虑地笑了起身 他说 是啊 首先 你是唯一以为 会有一篇采访报道的人 我不是很明白 Sanaya做事的理由 但我知道 他不会叫我去见记者 让他们去写我 第二 这样并不正常 那跟正常有很大差异 你正在重生 你现在 是要展开一个更大的过程 我可以给各种程度的建议你 但是想要减轻过程里面的痛苦 关键就在于 不要抗拒 你将要停止踩水 往下沉 离开团体 给自己逐趁 你肯定会抗拒 这样是很自然的 但是你要尝试令到情况自然的演变 相信更高的力量 神 灰仙 猫王 都可以 我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也都见过其他处于相同状况的人 那并非不尋常 你可能也都不会发电 这个是好消息 整理啊 听起来好像不太好 这个是好消息 那坏消息是什么 其实并不坏 不过 那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你现在正在面临的 就好像一个死而重生的过程 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而且你没办法回头 没办法停止 你在这个过程开始之前 所有的一切都会被抛诸老后 这样并不算很罕见 生命里面充满着这样的转变 半屋 又或者是换一份新的工作 都是比较小的变化 而变成吸血鬼 就是比较大的变化 朱莉看起身很紧张 他问 那状况会有多坏 有多差 并不是很差 有少少 他会重新改写一切 你还不知道 我所谓的一切是什么 但是 你正在开始了解 你的生命 刚刚进入了一段居边期 我想 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 你一定要过一段时间 才可以平静到来 朱莉的紧张 充满了整间房 我还见过 有些处于这个阶段的人 需要住院 他不断来来回回地走来走去 肌肉紧崩 雙眼发光 这个 可能是他这一世里最清醒的时刻 到目前为止 他说 我 我是不是快要变成 你知道了 变成吸血鬼 老子曾经说过 我 无无从 在他所谓的世界末日里面 其他人 称之为 蝴蝶 朱莉满怀希望地看着我 你再说一次 无无从所谓的世界末日 其他人就叫他做蝴蝶 朱莉 他在思考 尽他最大的努力在思考 他正处于轻微的惊客之中 这些 是他这几天经历的整个过程中 在情绪上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再加上睡不安 吃不下 就更加加重了惊客的程度 除此之外 还有正常的瓦解 自我发现的刺激 以及对于进入未知水域的恐惧 相当之丰富 我知道有一个人 大概在这个转变的阶段 就被警察踏了回去 面部潮下 被人绑在担架上 有一部救护车 送到医院做心理评估 这段时间相当之危险 蝶中的人谈论过这个部分 但大致上来说 严重的心理崩溃 对灵性交道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大家都想要所有的好东西 完整无缺的知识 和解脱苦难等等 但就没有人想付出代价 这些就是代价 注意目前的状态 算是开始阶段 简单来说 真是一坨屎 而追求爱和极乐的群众 要的并不是这一样东西 他们所要的开悟 并不包括放弃和其他人 一起踩水的位置 他们并不想停止踩水 不想单独地沉入黑暗之中 他们所要的是另外一种开悟 可以和团体一起 保留他们小心建立起身的人格 然后快乐地过日子 最好是非常非常之快乐 我和其他人一样很喜欢快乐 但驱使人追求真相的并不是快乐 而是不想继续说大话的激烈狂烈 不计代价 不理后果 这样并不是关于更高的意识 自我发现 又或者在陈世上面找到天堂 而是一把 有血在上面凝结成块的剑 佛陀腐烂的骨头 和将自己掉入火坑里面 除此之外 其他任何的说法 都只不过是在贩卖中 并不存在的商品 我从来都不会怀疑 朱利访问我 真是为了要写一篇文章 但是我从来都不认为 Sanaya是为了访谈而安排这一件事 不过对于Sanaya 我不需要去问她 只要等待整件事自然展现 那就可以了 朱利坐在我身边 很迷惘地望着窗外面 身体微微地战斗了起身 Sanaya走了进来 拖着她的手 很温柔地把她带了出去 她会带朱利去一间房里面 帮她煮一些茶 让她可以休息 当然对于朱利来说 整件事还未结束 距离结束还有很远 她的整个生命 以这个开始的阶段而告终 她永远离开了坚实的地面 我把麦麦解开了 把录音机放在旁边 二十分钟之后 Sanaya回来 坐在我旁边原先朱利所坐的位置上 她说 让她睡一会儿 Sanaya用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姿势 坐在那里 跟我一起把脚放在咖啡桌上 我们很安静地坐在那里 平静 满足 快乐地看着 不停变幻的天空 懒懒地在想着 不知道接着下来会怎么样 但是也并不担心 我们两个以各自的方式知道 不管接着下来发生的是什么 都会好好 但是 不用想都知道 一切都好好 你们了解吗 我的兄弟姐妹 她不是混乱或者死亡 而是形式 融合 计划 是永生 她是快乐 维特曼 有何不可 灵性开午 坐在一个 空牛奶盒旁边 就在一家小学餐厅里面 那个橙色的餐盘上面 她躺在 一条溝渠里面的草叢当初 旁边 是一个生瘦的车轮盖 她在一粒楼上面 她正扣在一个重要人物 那件襯衫的左边袖口那里 开午 可以在机场停车场的第四层那里找到 就在电梯旁边 你可以问你的狗拿她 但她可能不会给你 在女收银元 红色的背心袋里面 那支笔隔离那里找她 但只可以在星期三 开午 在车的后尾箱那里 就在千斤顶后面 你可以在本地图书馆 那个门架上面 那些极力角落的声音那里听到她 她跟着微风 无声无色地穿过 一棵看不见的雪 她在空间之中 在呼气之后 在吸气之前 你可以在教堂里面 找到开午 就在你前面 那张座椅 椅背上的刮痕那里 你可以在沙漠之中找到她 就在风势再次变大之前 开午 什么都不是 而幻象就是最伟大的奇观 开午本来 就在你杯咖啡里面 在你倒入咖啡之前 现在 它在你杯咖啡里面 在你的咖啡杯被创造出来的 二十二亿年前 开午本来就在你杯咖啡里面 在时间吞世宇宙的一粒钟零十五分钟之后 开午将会在你杯咖啡里面 你一直都知道她在哪里 因为她就在你留下她的地方 你怎么才可以不回到 那个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的地方呢 你梦见你没有开午 你梦见你清醒 但问题是 为什么呢 答案是 有何不可 杰德麦肯立